完美关系,谭新凯性情大变,对江达林拳打脚踢,她运期大出血流产,播出后不久,佟丽娅在剧中饰演的江达林一角色就受到了广大观众们的吐槽,大家纷纷说她演技不如女二号斯戴拉,只会瞪眼和委屈,气场完全称不起女主角,而大家却忘了江达林只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,江达林毕业后被紧急召回继承副业,于是身为公关新人的她成了公司的总裁, 在这里,员工们都比较信赖极具资历的副总裁斯戴拉,大家很排斥江达林,并且深信耿直的江达林受到了舆论的攻击,但是公司稍有些好转,江达林就忙着谈情说爱,将方案都泄露给了谭新凯,导致第二个公司损失惨重,斯戴拉一度想要重新竞选总裁,在最新的剧情中,尽管魏哲多次提醒她不要亲信别人,但江达林还是沦陷在谭新凯的温柔相中, 后来谭新凯性情大变,对江达林拳打脚踢试行家暴,她在运期大出血流产。